又要买新的 完了 我们又迟到了 谁孩子计票了 上班迟到还带孩子 罚款500 这不行 妈妈 小孩子也不知道管管好 知道的都是些什么人的 小鬼 你家长呢 我没有妈妈 琴琪也把我酌出家门 如果重来一次 我一定不会再任由他们欺负我 对不起啊 所以 你愿意请我吃炸鸡 顺便听听我的付出计划吗 怎么上班还紧了 真是有办公司形象 中午我去接我小叔 下午周总会来公司拜访 你让月野去接待 这么好的资源 怎么能轻易给新来的 月野 就算是午休时间 在办公室吃东西 那也是要扣钱的 我们不待在这不就行了 走 咱们出去 错过了合作 看你还怎么带的东西 你们王室好大的面子呀 什么人让我等这么久啊 呦 这王室上班还带个孩子呀 不是 这不是 月野小王总特地让你好好招待周总 你跑哪去了 也没人跟我说啊 这王室的制度还挺人性化的嘛 来 投过来 咱们职场女性啊 其实都挺不容易的 这工作家庭呢都得两头过 周总 我等你 好像是妈咪 不要 帮你一个月炸鸡 妈咪 识不相瞒呀 我跟你一样 啊 你这看上去像干毕业呀 我呀 就是用了这个雅士兰黛胶原霜 我之前呀 就听说周总您边照顾孩子边忙事业 特别成功 所以我呀 很佩服您 不过咱们女人啊 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所以我下午啊 是去给您买雅士兰黛胶原霜去了 这个我知道 这可是胶原专家了 正如王氏的员工在金融业都是生根多年的大牛企业 业务能力超强 所以啊 能够轻松帮您解决资方的各种问题 你太有心了 啊 年前最后一笔注资 我跟你们王氏 签订了 合作愉快 耶 少顿 小王总 你看这个月夜 刚来上班 就带孩子 真是有损公司形象 你 你这厨管的位置 不要坐 你故意隐瞒公司 行程 差点给公司带来巨额损失 还搞职场提示 这些 我小叔都跟我说了 你小叔 是谁啊 大侄子 你知道公司翻译的也不怎么样吗 他是你小叔 不过你周婚妻又很喜欢 可惜呀 你们不能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我决定让她做我的妈妈 以后她就是你的 姑 奶 哎 哎 好 好